干嘛吃这个 至少火食费 没有拖下过你 龙文章说战争年代通货膨胀前一步前 那点火食费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于孝卿这才知道 带头尝起了芭蕉薯 实在难以咽下全部吐出 转头质问打理内务的唐鸡 唐鸡则一句话就将锅甩给了下面办事的人 同时当场开票给阿姨让其到师部局拉火食入局 你看干嘛有什么急需 该给就给 这他妈也算是个团 我跟你说过不要到这儿来 到这儿是要交水里 龙文章知道一夜报复的机会难得 赶紧让孟凡了想想还去什么 然后就厚着脸皮来到余孝卿面前讨东西 他说吃住不重要是因为唐富士已经给了 要了枪就还想炮 另外还要了两个美国老当指导 这般乞丐补袜子的模样让余孝卿很是生烦 他不喜欢这些婆婆妈妈的东西和事 至于补给他已经交代唐鸡多给点了 现在在祭祺破 他主要还是想听听龙文章攻打难天门的意见 所以对于不停的讨要物资 余孝卿聪明地将话题转移到被榴弹炮砸出来的洞 龙文章则顺坡下驴为孟凡了上次头脑发热当逃兵的事情开拓 梦凡了当逃兵的事情总算结果 日本人越好越穷 于是是越来越阔 龙文章绕来绕去又将话题绕了回来 像于孝卿要装备大炮 于孝卿不是吃醋的 我给过你吃饱机 不对 是吃好的机会 这一环机让龙文章无话可说 没去主力团当团长怪的了事 两人换个话题继续聊 于孝卿说自己被重用时听了唐副师的话 距离一个屁有没有的军心 说不客难天门不受将险 尽管于孝卿心理天高 无奈他也不是敌心 他并非不懂人情事故 为了反攻他与无数个成大员周续 只是这社会非要玩点虚的给敌人看 才能换来踏实做事的机会 于孝卿说着自己历经图治 单经节律的点滴 如何使得于是一步一步 从无到有从若变强 他每天仅睡四个小时 和士兵们一样吃着两顿 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家的体面 可能是孤独了太久 于孝卿将满肚子的毛骚都发现了出来 龙文章当然懂这种感受 他太懂这种渴望领兵打仗 却处处撤走的无奈与孤独 可是必须要实施求是丑化在前 如果我们证明于是无法突破南天门防御 那就坐在这儿 于孝卿无法接受这盆冷水 他对龙文章信任是因为 这的确是一个不安分却勇于延战的人 每天对着西岸一炮 屡败屡战 现在竟然临阵说着消极的话 在于孝卿看来国难当头所有军人都该死 他命令龙文章坐在地上 做事即将发生在西岸的战争 做事他的尸体在炮灰中消散 然后头也不回气呼呼地离开了 就这样龙文章再次让于孝卿失望 孟凡了看明白后总结着于大哨的心理变化 于孝卿如此善变 孟凡了调侃着真不知道那帮精锐魂球们是如何昏日子的 龙文章则提醒着孟凡了这个嘴强王者心中有幸是幸福的 他自己如果也能有个心 或许就不会这么孤立无援了吧 孟凡了江山一改本性难以 但龙文章却只有这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过了一趟怒江 龙文章知道了于是根本就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 他不想于孝卿拼光了所有 孟凡了给龙文章出了个主意 可以将过江通道告诉于孝卿 然后炮灰们踏踏实实过日子 龙文章当然是否定的 过江通道不可能容得下万人 其用途只能是侦查 于是他拉着孟凡了坐到了他的位置上 珍惜活着的权力本没有错 可选择了军人这条路就不能坐视不管 他让孟凡了坐在外面反思 自己返回使却掉了下去 团长常常栽根头总在他力不从心的时候 孟凡了盯着夜空 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